我們Asahi旅程正式開始 早晨 現在是早上的8點46分 大家看到呢 我又在這個機場 跟Asahi一起去東京 Asahi那邊都安排了很多很棒的活動給我們 希望大家會享受這次的旅程 今早其實很早的飛機 但我想說我們到部來到酒店 都已經是7點46分 其實我們今天比一日 是沒有什麼特別的行程 今次很開心同行 有幾位朋友我是認識的 所以可以一起去吃飯 今次其實我們這個Asahi旅程 是會去看足球的比賽 看的那場足球比賽 就是曼城對這個敗人摸里克 我們會星期三去看這個足球比賽 也是我第一次在酒店看足球比賽 所以十分之期待 大家好 我們是Asahi戰隊 你們很像在這裡做 戰功 我們快點在這裡 插你 不要不要不要 插你插你 歡迎你加入這個戰隊 是搞笑還是不搞笑 不知道 搞定了 收工了 收工了 我們Asahi旅程正式開始 好看 嘩 哇 快到可以了 早安 早安 今天我們會來這個Asahi的餐廳 聽他們介紹Asahi的背景故事 現在要戴這個耳機 我們準備進去聽他們講解了 我們待會進去再帶大家看看 大家看到這裡不是很多罐啤酒的 他旁邊有一條電梯 其實他就是想比喻 當你搭完電梯 去到嘟嘟這一段時間 他的工廠就已經製造了這裡這麼多罐啤酒 厲害 真的想寫我的節奏 就是這個節奏 平時我們喝的Asahi啤酒上面 會寫著新口兩隻字 其實就是來自他們專用的318號酵母提供 這種酵母具有高度的發酵能力 所以可以創造出競爭脂的口味 而且每天都有專人去監管他們的啤酒 包括還有這個啤酒試飲員去測試一下 今天的啤酒是否合格 在Milceum裡面 都會看到他們有150個這些啤酒的發酵槽 一個是有50萬公升那麼多 如果一天要喝一罐啤酒那麼多的份量 是要喝4000年才能喝完這個發酵槽的份量 有一個大酵的份量 好多的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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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的時間是11時半 是的 我們已經喝酒了 乾杯 乾杯 第二杯啤酒 Asaki的Super Dry 和普通啤酒的分別 普通啤酒喝完後 味道仍然會留在口中 好 那我先拿一拿一拿一拿 Asaki Super Dry 是不是真的有分別嗎 是 真的有很大的分別 一個就是他們的身後曲線 一開始喝下去 衝擊感是會爆飆的 經過巔峰之後 衝擊感就會平息 那啤酒的味道也不會殘留在口腔裏面 那就不會影響食物的味道 現在不喝茶 真的有茶葉 對 是啊 是啊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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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有了 啊 真的是地震嗎 是 真的是地震 還是 真的是地震 這個是Asaki準備給我們的Bento Box 好漂亮啊 拆得 超級漂亮啊 來到這裡還可以試到日本限定的 Extra Coat Super Dry 你看到它整支東西都是冰 而且它的飲料會不會太美啊 OK 好 啊 OK 有什麼感覺 緊張 好 今天為大家針 綠牆 綠牆 對 來來來來 好穩定 超穩定 嘩 行了 你可以出來混了 完美的啤酒 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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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出來做了 謝謝 我想買酒店房 現在黃昏這個時間 真的很美 就是 重點呢 是 知不知道我看到些什麼 Zoom大給大家看一下 看不見到遠處 是富士山 超清晰啊 原來這個 東京呢 看到富士山的畫面是這樣的 雖然不是很清楚 看到是座山的紋理 這隻碟呢 它很厲害 你會追著你的碟 看到你的碟 怎麼走呢 你也會照著你的碟 掃到我這個食物 馬上生了一朵花 很神奇啊 Oh my god 我們呢 是六隻小船 都是一樣 你動它 它也是會跟著你的船 去移動 真的 announcement au 它的茶味 很好吃 它是開豬叉 還有一些蘑菇 冰糕 還有一些芒果 還有一些Mochi 全部都是我最喜歡吃的東西 好吃 這一頓飯可以說是驚喜連連 沒想過現在時下的日本 連吃飯的經驗都可以用這個方式呈現 所以整頓飯是真的吃得很開心的 第三天第一站我們去了位於 銀座新地標Ginsa 6的 Mixology Salon 它是以日式茶色的概念為主 菜單其實都是以日本茶Tea Tail為主 七成的茶葉都是來自日本的 喜歡喝茶底Cocktail的你千萬不要錯過了 大家可以看到它們很快手 超快好像不用想 公式知道哪一杯用什麼的材料 超快 現在就來了第一杯的飲料 就是這個 蘑菇的椒酒 OK了 試一下先 聞一下 聞下去是很大的好味 然後它的質感是比較稠 應該是用了肚的 好像有肚肉在裡面 很有趣 它不會喝下去很冬的 但它有芥末的香味 大家都要讚嘆 這個很好喝 超好喝 不是 芥末的芥末 可以喝 第二杯就是這個 Boi Chicha的酒 它這個杯超大 酒是很少的 我喝的茶味很重 酒味不是喝到很接近 整個感覺是很滑 這個是我第三杯的Cocktail 但現在是12點3 我們是11點開始的 是叫它推介給我的 我就跟它說有沒有很特別的味道 這次這個其實是用 一個Rose的Vodka 最主要最特別就是 它有一個Rose的Vodka 去做酒精的部分 它是有一陣 荔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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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反而Rose味 就 荔枝味 荔枝味 極重 茶味不是很出 這個感覺好像可以拍上去 對 對 是化妝水的味 可以看得出 時下的日本人 是很喜歡這些創新類型的體驗 我自己也很喜歡這間酒吧 因為我覺得他們Cocktail的混合 真的做得非常有趣 和好喝 所以也是令到我非常驚訝 現在是下午的 兩點多 下午就是這個銀座 所以現在我就有些自由時間 就可以在銀座那裡逛街 看到今天其實是平日的下午 這裡也是很熱鬧 我自己之前好像在日本的時候 都很少來銀座這個地方 現在就在銀座這裡 到處逛逛 不過我想說 日本的夏天真的不是開玩笑 我那天 我想我自己逛了一個小時 真的受不了要馬上回酒店 真的太熱了 那天 完了派對之後 我們又到新宿黃金街裡面的居酒屋 繼續吃東西 EAS WOO 最後一天的下午 我們聽了曼城CEO的分享 怎麼分享曼城的酒隊的經歷 怎樣令到他們在失敗之中再繼續去奮鬥 所以我覺得也是一個挺有意義的sharing Hello 終於來到我們在Asahi的最後一個超級大的活動 我就是穿著這個萬成的一個球衣 就會看這個萬成對拜仁慕尼克的一場足球比賽 非常之興奮 因為是我第一次去足球場看一場現場的賽事 現在已經很早了 現在大約4點 但我們打算出去吃個晚飯 之後我們就會出發去這個stadium 就是這張票了 第一次看的足球比賽竟然是在日本 好緊張啊 不知道今天哪隊會贏呢 這個旅程呢 不斷都充滿著不同的驚喜啊 這個旅程呢 不斷充滿著不同的驚喜啊 這個驚喜呢 當然是在日本可以看到現場的足球比賽 還要是非常之出名的萬成和拜仁慕尼克的對峙 還可以感受到日本人對足球的熱愛 我們晚上打算出來吃飯呢 我們就要看Miu Miu Karen的決策 三至四不行 OK 走啦 下一間 這麼晚沒吃的感覺 不過這裡也很熱鬧 這裡是新宿 決定是熱烈走場 雖然裡面有三分 這次這個旅程呢 真是很開心很開心 真的很開心 認識到一些新的朋友 很開心 整大群人一起玩 希望大家也會喜歡這次的VLOG 好啦 下一集就會是我自己一個人獨遊東京啦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啦 拜拜